日本每年1月都會在各地的廟宇神社 為剛滿20歲的年輕男女舉辦成人事 看上這些剛成年的少男少女 有家餐廳酒吧和知名情趣玩具廠商合作 發起了一個杏仁式的活動 杏仁式號稱清新歡樂學術健全 聚集這些剛滿20歲的成人們 大方面對性愛這件事 邀請前AV女優梵田莎莎 和現任女優美音禮物上圓花戀 還有男優清水健出來講解性知識 現場還會親身示範動作技巧尺度之大 讓現場男女感到臉紅心跳 而杏仁式的終極目標 當然就是推銷情趣產品啦 但據說這個活動反響很不錯 已經連續舉行兩屆 相信對於這些剛成年的男性來說 一定獲益不少 而且也度過一個美好又興奮的夜晚 夜死月新聞中心台北報導